中環有很多東西在拍攝 這次跟大家去拍攝中環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我是Winson 這裡就是中環的海旁 今天也很大風 我們介紹一下 在中環有什麼景點值得去拍攝 相信很多位大家都知道 不過做一個總結 中環對你來說 一點都不陌生 海旁大家都看到 摩天輪 還有IFC 也有幾個港外線的碼頭 最多人熟悉的天星小輪的碼頭 有些朋友喜歡拍攝船 都可以 方便 我們可以走近一點 有很多商業大廈 街道 街窄巷 其實都很好拍攝 大家可以試一下 這次由海旁開始 逐個跟大家介紹 對面有灣仔會展 還有尖沙咀 都可以拍攝 但我覺得那些位置 要看回天氣 如果天氣真的要比較清 像今天這樣 煙霞比較大 就比較難搞 我之前也試過拍攝 天氣的要求 沒有那麼高 因為有燈 就變成沒有煙霞的感覺 那麼強烈 還有晚上又是另一種氣氛 因為燈光的表現 配合拉架鏡頭 尤其是夜神聖光 他們會出現另一類的效果 對 再加上人物的點綴 它簡直是正到包 對 好 我們現在出發 這是第一個景 摩天輪和IFC 是在一起的 我自己就喜歡用21 看個人喜好 用21就可以兩個結束物都可以拍攝 那一夜晚有些惱搞 就是中間摩天輪的招牌 就太光了 有時可能真的要拍攝低 按下一點後才退回 IFC 其實就比較簡單 鍾哥 你有甚麼 這個位置來說 都是 Super Y 的強項 如果在拉架來說 剛才所提及的21 21來說是3支21 1.4 也好 2.8 也好 或者3.4 也好 都適合用 甚至早期有朋友 是非想的話 就會喜歡 Super Anglon 即是 21 4 也適合用 另外還有一支特殊的鏡 就是 Trial Mars 16 18 21 這一支鏡 如果當你在16個表現時 它的張力會很強烈 還有摩天輪的感覺 是會很浮得的感覺 是很誇張的表現 這方面 大家不妨在龍耳記之鏡 可以試一下拍攝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位置在油證總局的旁邊的停車場 這個位置遠一點 在迴旋處再走過一點 這個位置是甚麼呢 夠低了一層 有些石蓋在這裡 譬如說這裡可以拍攝 可以拍攝多一點IFC 還有就是前面那裡 有些低級的話 如果你擺一擺人像 做一個打卡相片 是不錯的 我之前試過拍攝是晚上 用了28mm的鏡頭去拍攝 這個效果不錯 這裏 剛剛我們經過一條行行隧道 這條行行隧道在喳打道 通往外面大會堂停車場的位置 這條隧道其實建立了很多年 亦有很多不少拍攝題材 甚至廣告都經過這條隧道拍攝 香港這麼久 其實這裏我真的不知道有個教堂 這個教堂 我們剛才在摩天輪 好像小時候玩看樂器一樣 摘色仔經過炮台里 一路上到這裏 這裏後面這棟建築物 就是聖工會的聖約翰座堂 這一個大教堂 我對它來說 可以說陌生亦可以說不陌生 因為以前 N年前 我們幫人拍攝分攝的年代 經常 我自己本身因為在香港都住 經常都會來這裏拍攝禮 現在進去懷緬一下 也拍了一些照片 因為之前我們進來拍照 最主要是祝福對新人 拍攝新人 現在進去看一看細節 看看小品 擺設的東西 其實都古舊不變 還有很漂亮 還有紀念價值 很有感覺 這裡好像沒有冷氣 沒有冷氣 但又不覺得很熱 很涼 樓底夠高 有風扇 對 對 所以其實很棒 氣氛也不錯 當然 大家可以進去一些 靜一點 靜一點 真的要縮靜 大家都要 這裡就是煤氣燈 真是煤氣燈 有煤氣公司薄喉 有四支燈 都是真正的煤氣燈 曾經打風 那棵樹窄爛爛了 現在就修復了 是的 這東西我們叫做都爹尼街 這條街也是很舊的街 這盞燈也是全香港第一盞煤氣燈 現在就修復了 以前我們跟Jack Sir 都來這裡玩不少 很多時候都是我們夜晚才來的 因為要拍了燈光 這裡就是大館 我們俗稱 其實前身是一個監獄 現在活化了 東西都很漂亮 鍾哥和我們介紹一下這裡 大館來說 前身就是多利監獄 以及是中環警署 都是總部 如果你有看過以前 我們的港產片 都有拍過大館 另外 其實我們有很多地方 都可以打卡拍照 真的很棒 它是一個古舊的建築物 很適合現在時下的朋友 大家可以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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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幻想一下 當你站在那個環境下打卡會怎樣 在這裡都會看到 有不時有些 是故意換了一些旗袍 過來在這裡拍照 適合那個年代 其實感覺很棒 很快 攝影機就開始無電了 我們也開始很陪 這是最後一站 這是中央街市 中方 中環中央街市 都歷斯猶鬥 重新拆了之後 保留原有的 舊有的特色 然後再重新裝修 現在來說 重新的面貌 現在是見大家的 我覺得 跟之前街市的感覺 差很遠 雖然它是用原本的主要建築物 但沒有了街市的味道 還有很寬敞 光線都很舒服 還有最有印象的 就是有個米泡 那個真的非常經典 對 那個復合的米泡 真是一流 還有當年的麻包米袋 我很久沒見過 對 真的 下去就聞到那股脫 還有古老的電製 真的經典到 不知如何形容 大家有心機的話 可以來慢慢拍攝 這裡除了買東西的舖外 還有地方可以吃東西 我相信 是餐廳的 不太貴 這裡可以的 今天簡短地跟大家 去介紹了 中環大致上的東西 當然有些位置我都沒有去說 因為始終時間有限 體力有限 所以下次有機會 再跟大家去深度遊一下 今次語音導航 就跟大家由海邊開始 留意一下 拍海邊的碼頭位 入頭才好看 晚上黑黑黑黑 就沒什麼好看 接著再下 拍攝 IFC 還有摩天倫 也是用一些 廣角的鏡頭 例如21 就可以拍攝 摩天倫 和IFC 一齊 如果配襯人物 成為一個打卡照片 也是不錯的 留意一下 人物不要太大 拿回多一點勁 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在哪裡拍攝都沒什麼分別 如果拍攝人物太大 就變成一個人像照片 周圍的地標就沒什麼意義了 好像這個 是有人物 也有IFC 記得如果是走1-5 就要11點前 如果之後 它會關燈 而星期六 它是關燈關得早一點 大家留意一下 就變成會信息一點 其實關燈都OK 不過 當然效果就沒那麼漂亮 接著再走過一點 就有一個行人隧道 是由大會堂那邊 貫穿文化酒店附近的 這個地方 其實平時都會人來人往 如果你想避開一些人群的話 可以用一支廣角的鏡頭 人物近攝影師少少 這個情況之下 就可以用人物遮擋你背景後面其他行人 還有一個方案 就是用一個大光圈的鏡頭 把後面的行人虛化了 變成沒有那麼影響到你的畫面 LECA一直都是大光圈居多 所以可以選擇一些大光圈的鏡頭 就可以了 如果走出去文化酒店附近 其實還有一些地方可以拍攝 比如說匯豐總行對出 有電車有巴士那些走過的 那你用一支大光圈少少 好像這裡 50mm 1.4光圈的 近人物少少的話 後面已經完全虛化了 點點燈光 分內顯得這個城市很燦爛 走過少少就是大教堂了 大教堂就要留意 可能附近也有很多樹 而且位置也是偏窄 是比較難拍到整個教堂的外貌 所以盡量找一些位置 遠一點的教堂 也帶了一支比較廣角的鏡頭 例如18mm 21mm 24mm 都可以的 我近來去 就是帶了一支 LECA 24mm 1.4 飛球面的鏡頭 可能你會覺得 24mm 闊是正常的 那麼大光圈做什麼呢 其實呢 在戶外拍的時候 當然是問題不大 當你進入戶內的時候 你就發現大光圈有性的地方 大光圈當然在暗的環境 都可以做到很出色 我意思是指 就是畫上顏色很出色 可以拍到環境 灰暗的燈光 如果是在日頭去的話 其實都可以選擇一些時間 可能早上過去 可以有機會那個陽光 是會打進來教堂裡面 還有一些彩色 玻璃透過光進來 那個色彩就會豐富很多 還有那些椅子 是很卡繩的 有些少少的雕刻 這個也可以拍下一些小品 離開大教堂 步行一個短短的時間 就可以去到多爹里街的煤氣燈了 那這裡的煤氣燈 真的是煤氣發光的 都是由煤氣公司駁了一個喉 留意它其實是 傍晚六點鐘左右才會亮燈的 日間是不會亮燈的 所以如果是要有氣氛少少 那你就可能要遷就一個時間 也都要看回當時的日落時間是多少 那在煤氣燈呢 你可以利用一個拍一支煤氣燈 再拍一個人物 其實出來的感覺都是挺卡繩的 那如果你說坐在石級拍照 其實都OK的 因為攝影師和這個人物之間 是可以低了一層 那變了拍出去就能做到整條樓梯 效果都挺有趣的 也都可以利用一下周圍的環境 製造一些前景後景更加立體感 變得畫面更加生動的 那離開了煤氣燈呢 其實都會走過一些橫街 那變了那裡比較少人走 有時候有一些特別些的人物走過 其實都會是一個不錯的街拍題材 再過一點點會經過記者協會 那這裏都是一個古建築物來的 那我覺得都可以考慮在這裡拍一下街拍 那當然拿捏的角度就要注意了 因為都很多行人在這裡行走 那過一點點就去到我們俗稱的大館了 大館是一個古舊的建築物 那前身是差館和監獄於一身的 那現在活化了很多東西翻新了都很漂亮 之前是洗衣房的 現在活化了在這裡休息一下都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來到這裏基本上就懂得自動找景影的了 因為結束物年代遠久 可以配搭當年的服飾都是挺有味道的 然後下一站就是中環街市了 那這裏何凡大師都有曾經拍攝過一些著名的作品 最有特色之一的地方就是其中一個米譜 其實這個米譜就不是賣米的 純粹是一個宣傳的舖位來的 是反映當年米譜的外貌 氣氛營造得很好 還有在關火那一層 那有些燈我覺得它都做得挺漂亮 不過行人有些多了 所以就要有些耐性 要行人走開之後呢 才可以拍到一張比較好的照片 那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有用有趣的話 希望你給我讚好我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 拜拜